我要为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 也不是说讲一些心里话 这几年很奔波劳累 从投新的人到罢免补选 然后我们又投给严宽恒 其实台中第二选区的人是期待改变的 他们是期待能够自由选择他要投的对象的 那每一次选举就好像翻了一页 可是无奈在地方里面 他们经营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常常会有说 那都没了 没了没吃的事 不要跟我说 他们感情也是很认真在做工作 那现在最正确早 而且今天台中第一院还出来讲 我们还有很强的证据 我只能说原来你一直以为 每一次的选举是翻一页 结果在我们这里只是翻过去 又翻回来而已 对 从今天这个判决我们没看出 不管政治人物怎么样说 是要什么上诉争取清白 重点是就不能贪污 但是我们看到严宽恒依然不认账 他说这三项罪名不认罪 他说这是指控的荒谬 司法应该要公正无私 而不是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跟操控 请问是哪里的政治力量干预跟操控 来 建民哥 这个台中地院的宣判 哪一个指证不是都有证据确凿的情况吗 没错 刚才3Q讲的真的太经典了 就是这间房子 然后去查了这家营建公司 里面找到一个关键证据 就是这位灵性助理 其实是这家营建公司名义上的董事长的太太 黄小姐 她做了一个所谓的代收支付的总表 而且上面直接就写明了 就是严董代收支付总表 意思说这公司有一些费用 是替严董来代收的 这边讲的是严董 其中里面最关键的钱 就是这笔钱 从107年2月5号到109年1月5号 这段时间里面 助理费 助理费这个是利润薪资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临董的这个 他的助理的薪资是1084.976元 好我们来对比这个钱的金额 正好马上检察官就去查了 他的公费的薪资 果不其然金额就是1084.976 看清楚这个数字了 再对这个数字一模一样 所以表示这个助理的薪资 根本没有进到他口袋 是进到什么 严董的代收代付 意思说是这个人头 帮忙严董收了这笔钱 好那你收了这笔钱 他用在什么地方 这很重要嘛 因为你这不需要用在 个人的身上 如果你用在个人身上 你就做足了所谓贪污治罪条例 对 这是跟这个刚刚高王安的状况一样 用在他私人身上 这件事实是所有法院 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个一拿出来 真的就很清楚 总共支付了10732 所以这个钱是虽然没有比这边高 但是绝大部分的费用都已经消耗到这个费用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利润薪资 确实已经被用在严宽衡的自己的费用上面 买什么呢 哇三部车 一部是马萨拉迪的尾款 之前先已经付200万 这是在助理还没当之前 就付了 就把这个费用 去付了72万9067 然后接着马兹达跟Toyota 所以简派花很多时间来证明 这些车子不但是是你帮忙付 而且确实是严宽衡 跟严宽衡家人所使用的 一枪毙命 所以这不是什么公司的车 这是你个人的车 好了那当然你知道吗 不止如此 这听完之后快天要喝一半 以后你家里的所谓的薪资 还有外用的薪资 基本上你不用自己付了 你只要透过立法院的费用 就可以支付这些所谓薪资 而且你知道吗 这些钱在以前 都是严宽衡自己掏腰包的 总结在这里 这些钱包括刚才马萨拉迪 在还没有拼你这个助理之前 都是自己掏腰包的 然后因为要探图这个小钱 我们要知道严宽衡的土地有多少笔 之前算过豪宅有钱 他还贪这一百 一百零八十万 照理说他的财力根本不缺这个钱 你看这就贪婪 这是一个标准的贪婪个性 这个做立法委员真的是太夸张了 所以总算出来一枪毙命 这不但你有贪了这个钱 而且你还用在个人身上 好了当然这里面 其实严宽衡 其实他真的没有心理准备 他真的有被查到这一条 他以为天衣无缝 他也不知道检察官去搜寻的时候 已经找到这个证据了 他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事情已经掏包了 所以他去的时候就问了 那你跟这位林察福的关系是如何 他当时第一时间在这个 一百一十二年三月二十八号 他回答是说一句话说 你有当他助理吗 你是怎么认识的 他回答什么 没有 他没有担任过助理 第一时间 他当助理 所以表示他真的是要收钱 不认这个助理 后来他知道原来有这一条 就是他查到了这一条 才短短 这是3月28号 到了4月49号 他知道完蛋了 助理费被查了 他改口了 有没有担任你的国会助理 答案是是 他应该想说 这董怎么来做助理的 后来就是 对 那他一直强调 我只是股东而已 这个所有的费用支出 他开始要替这个说辞要改变 所以说这些钱呢 其实是这位董事长 就是民意董事长 在帮我支付的 其实我并没有这个手里面 他要拿这个助理钱帮我付钱 我也没有意见 他开始这么说了 又玩这一招嘛 就是跟高安玩的一样嘛 说这个钱 其实是他要捐来用的 他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他要帮我这个股东付这个钱 他自愿的 又自愿了 所以又来了 警察官军问他一句话 你真的是小股东吗 因为这里面呢 他有每一年的盈余300万嘛 然后这个金额呢 正好是所有盈余的50% 那家公司不就什么营造公司吗 对 一家营造公司 那你想看 有小股东拿所谓的盈余 可以拿50%吗 那当然是大股东啊 那根本就是老板嘛 就是老板啊 所以检察官就可以说 好 你要把他硬拗 说他是这个老板 要帮忙支付这个钱 来来来 请问一下 这个接下来问句话说 那你为什么占了50%呢 他就说 我没有意见啊 然后接下来呢 没有意见 就说你怎么可能 那你这样 他就说好 你有没有这个50% 不跟你问了 我只问你这件事情 那你为什么这个盈余分派 可以到公司50%呢 这时候他看起来 只爆不了火了 对 他说什么东西呢 我行使我的揭末权 他讲不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 盈宽还是很强大 他意志很强大 他说这是司法破坏 我无罪 可是如果你看他的整个 整个这个检察官的起诉里面呢 只要遇到关键词 他就说话 我行使揭末权 不过再提一件事 这检察官很有趣 他为了要让盈宽还是开口 他会先谈东的事情 比如说先谈一下房子 突然再杀一句话 你是这公司的大股东 或者谈那个其他费用的时候 再杀坏一些 你是这公司的大股东 然后盈宽还是会认住 我先使揭末权 所以换起来 我们讲一句话 盈宽是逃不掉的 因为这件事情 你没有任何可以闪避理由 他坐实的就是 真的有所谓的 用人头助理问题 是 不过我们看到了 这个法院都已经判了 而且证据缀缴的情况之下 盈宽依然是打死不认 同时我们看到 国民党也说 支持盈宽继续上诉 那是否有党级处理呢 等本案判决确定之后 再来处理 所以冠权你怎么观察 这个后续的影响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整个案子 其实盈宽人就是四个字 自作自受 我必须这样讲 在中俄选区补选的时候 两个阵营有攻防 互相 包含以前在选举的时候 他们对陈柏惟攻击 然后在中俄选区补选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会对盈宽人检视 所以当时我们发现到 他们有侵占国有地的事情 无论是在沙路的沙龙庄园 还是在南屯的招待所 这两件事情 其实他们就好好面对 承认就好了 可是后来多衍生出来这些 包含连诈领助理费 完全是自作自受 为了想要圆一个谎 所以后来被司法发现了 更多见不得的事情 我们先讲三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 我们先讲就是所谓的 侵占国有地 侵占国有地 有所谓的租用 只是 所以有付租金 你们有付租金 只是你违规使用 这差很多 违规使用 当然违规 因为你该违建在上面 上面种花种草 种旁边的停车场 所以违规使用 没有放刑事责任 所以逃掉了 那他的弟弟 严人贤 严人贤的状况是干嘛 认罪 严人贤 你看那个817招待所 当时包含处营委员 我等等很多人在内 发现这一个招待所 侵占国有地 结果 严人贤他的态度是对的啊 我就认罪嘛 那认罪之后有怎样吗 判刑6月 医科罚金 所以不痛嘛 所以不会被抓去关嘛 所以这案子核心 这个侵占国有地 攻防 你们就认了就好 真的侵占国有地嘛 可是严宽他想要做的事情 是闪避 打死不认 对 他打死不认 第一件事情是 做了一个假交易 这个假交易 在整个司法的过程当中 最后是判他 死公务员登载不实 就是伪造文书 对 他跟他太太 两个同时被告 因为这一间 沙龙庄园的所有权 在太太身上 可是后来 法官居然发现 不对啊 整个案子的 这个假交易的过程 都是你严宽恒在主导的 所以后来 这一个死公务员登载不实 判6个月 医科罚金18万 严宽恒得吃下这个官司 这是第二条 结果没想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司法机关 居然发现了内障 这个内障就是这一次 非常重的这个重刑 就是所谓的 诈领助理费 助理费案 我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杰明哥秀给大家看的是 证明了 这个钱真的进到了 这一个 林姓助理 林静福 这个愿理营造 董事长 董事长负责人的账户里 可是支出呢 司法单位也发现了 整个案子 专款进去之后 支出的范围 包含刚才讲的 马萨拉吉的尾款 包含车子的钱 甚至颜叉叉劳建保费 甚至立委补选活动费 甚至私职费 符伦社的费用 所以全部都是 颜宽衡个人的支出 那这就中了吧 你今天证实一件事 颜宽衡讲再多 我请了一堆助理 可是我今天给你 林静福的国家的 纳税人民的钱 国家的公款 你不能有一块钱 流进颜宽衡的口袋里 但是洋洋洒洒的这一堆钱 全部变成是 代收代付的证据 那就逃不掉了 所以这个部分 他当然会被重重量刑 因为诈领助理费 颜宽衡打死不认 那打死不认的结果 证据又这么确凿 我给你的钱 不是给助理 然后这个案子 我必须讲 法律是一件事 我另外其实老实讲 对于颜宽衡 是不是认立委 我也是非常有意见 我们再次重申 林静福是一间建设公司的 董事长法院在发现 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 有另外一个奇怪的地方 但这次的司法审判 并没有处理 你没有发现 这个整个账户 刚刚讲的整个账户 除了进去的钱 是颜宽衡应该给助理的 助理费以外 愿理营造的股金 它的分红 也进到这里面 那我有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我负责人的 我是老板 林静福如果真的是负责人 我的股金为什么我要进到这里 然后支用给颜宽衡 所以这背后大老板 这间公司是谁 其实法院在上面判决跟写法 其实也有伏笔 就是说到底背后老板是谁 真相是谁 所以这整个状况 也显示出 颜宽衡真的不适任这个助理 但是我们现行的法律就是这样 颜宽衡 他不用解职 不用停职 但是你看到高宏安 地方的市长 地方的议员 如果再领助理废案 假设真的中了 你就马上就得停职 那颜宽衡现在可以继续当他的立委 这就是我们现在法定的缺陷 看颜宽衡刚刚那个作帐的情况 我看几位来宾播 实在很像我们中部大哥的做法 这个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插构 一世纪插构 大家公司有报表 你海山大报表 你台亚京报表 你应该做的报表 然后所以你看他才会 五行制 五行制一千四百万 我跟你讲 我如果这样子的情况 我也不会去选立委 你看 今年盈余三百万 隔一年盈余三百万 隔一年盈余六百万 加一加一千四百万 一二三四五 五行制一千四百万 你有这个新鸡 你有刷出来 选择几个人在那边 在那边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大头鸡啦 这个大头鸡经营方式 所以你说他在意这个 他不在意 他最大的问题是便宜行事 你就用一个党的来 做你的左立 你就叫国家把钱费 那个口座 来现在又用 你要出金的时候就叫他出 马沙拉底叫他出 马自打叫他出 只有一个原因而已 便宜行事 这个事情很简单 你把账 你把你事业的账做好 把国家给你的钱 拿去请一组 专门为国家做事的人 你怎么样都不会被人家查到 这个 你去报表 今天我找一个人党的 好 我们两个做好 做麻烦 这个不给我出 都叫钱费来这 严宽就是这样子出事的 所以 那你怎么看 因为现在包括你说 刚才你讲的 严清彪跟严宽 负责量都是因为贪污 可能未来可能会下台 那你怎么看 后续的这个中俄选区 选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来 我认为中俄选区的选民很辛苦 很辛苦 他们对抗的是40年的不自由地区 然后短暂的在我跟 从陈世凯 现在是行政院发言人 到我到林静怡 现在是卫福部的次长 那我们三个人试图的 要给大家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 而且我们推出了人选 可以说是两位民党的前辈 都是一时之选 而且是深耕金银中部地区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每一次的选举 或者是像这样子 这种事件的发言 对我来讲 都不是我个人感受的问题 当我是民意代表的时候 我代表是这个选区的选民 我们不是所有人 都想要延宽恒当立委 我们有曾经拿过51.8% 跟51.2% 在我跟林静怡选的时候 我们有过半的人 是希望选区可以改变的 只是因为各种原因 可能大新闻的风向 选举的投票的年轻人趋势 然后有一些临时的新闻议题影响 所以他有的时候给这个党 有的时候给那个党 但那不代表台中第二选区 都支持贪污的民意代表 都想要成就的组织经营方式 他们有进办或曾经过办的人 是希望这个选区能够自由表达意见 而这个自由表达意见 是你挺我也可以 挺延宽也可以 而不是像过去40年 挺我的就要被抹黑 没在跑 挺我的就要被抹黑 我是鸭鸭鸭鸭大小 挺他的都对的 我明明是白的 被你讲成黑的 他是黑的被你讲成白的 你怎么没法去稍微想一下 说对一种比较白吗 所以对台中第二选区来讲 我认为推出一个 我甚至都认为不用 因为我甚至都认为 不一定要推出什么神仙下凡 或是什么全国的知名 那个在地议员也是一个选项 台中的中部的立委 或是有立委经验 甚至是中办的一些前辈 可能都有机会 但问题是对台中第二选区来讲 你们要想的事情是 投给民主的政党 你们是可以每天开开心心 要干嘛 要骂他也可以 要请他帮忙也可以 可是投给他们的政党 这五行制赚一千四百万的 只会在他家发生 不会在你家发生 所以你如果觉得 你就有贪到他的钱 你有赌三天 你同样有跟他公家厚责 他亲年十个月 亲年八个月 你会兄弟的 你投他没有关系嘛 可是没有的话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我们选区 台中第二选区 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我们不要每次讲这个选区 不是讨论大冬瓜就小冬瓜 不是水饺就是肖不快嘛 我们可以讨论 我们有医师立委 我们有很棒的民主前辈 或者是我不知道 怎么夸奖自己 反正你要讲什么都可以 你就不一定要是 都是他们家的嘛 何必 所以未来 我才可能会做完这一任 但是我只想要讲一件事 柯文哲也好 袁宽恒也好 高昂安也好 你们有的时候认了 对整个世代 是一种启蒙的作用 对整个关心政治的一个十年间 现在二十到三十岁的人 他们是一整个知道 这件坏事不能做 可是你们又硬拗又不认罪 带领着他们做政治的对抗 说这是民进党指挥办案 那只会让政治的漩涡越卷越深 第三势力出来要超越蓝绿的那个 那个理念根本就不复存在 你们只是一个比蓝的 更蓝的 更新的 更年轻的脸孔而已 所以有的时候认罪 不是为了你自己 是为了整个世代的下一代台湾人 我们看到这个颜宽恒 似乎有点因小失大 照理说这个不管是假买卖 或说窃占国有地 真的是小条的 结果就被检方张到这个大条的 助理非案 这个就被判了七年 所以加起来是 重判了八年四个月 瑞雷哥怎么看 因为现在国民党 还是支持上诉 那因为颜宽恒还是可以继续当立委 那只说是对于蓝银来讲 对于他们的声势 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觉得国民党 其实蛮有意思的 为什么 他们对法律的见解 跟人家不一样 那么国民党说 应到他们的党纪处分 第20条第一项 所以这个案子 颜宽恒的案子 他们认为强调支持他的上诉 跟这个等于说清白 所以党纪处分等判决确定以后再说 也就是说国民党 他意思说现在一审不算判决确定 要等三选定验 他认为这个判决 认识跟用法 当事人认为有唯物 所以等颜宽恒判决确定再说 所以你看国民党就有这个好处 对别人是这样 朱立伦骂郑文燦 结果现在袁宽恒贪污 然后判刑七年十个月 这是不算判决决定 不过告诉各位 我觉得加入国民党不错 这个判决不会拖太久 不会拖太久 绝对不会比高尔还好很久 为什么 因为他是在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助理会 诈领助理会的贪污罪 在过去的审理过程当中 其实都蛮快的 所以高院应该在明年 也会就会宣判了 宣判以后到最高 除非里面有什么 尼尼扣扣的 没有打调查清楚 或是用谎这个违误的 否则那么很快 明年后年搞不好就准了 搞不好就过了以后呢 因为他有此夺公权三年的问题啊 他立法委员 他没有办法像傅昆奇一样说 我人在坐牢 但是还可以继续行使 立法委员的这个 他可能连立法委员又再度没有了 大家今天都说 他判八年四个月对不对 其实他那六个月 是一颗划金 直接一颗划金就弄掉了 所以还是七年十个月啦 但七年十个月 如果判刑定验就够呛的了嘛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假释一半 至少也要大概四年三四年嘛 假释一半又此夺公权三年 就完了 就整个都完了 上次被3Q打败 对不对 补选又失败 他已经有四年没当立委 这次好不容易 半年前终于打败林静英 有机会 他又当立委 结果现在这个官司一打 如果万一明年定验的话 又没了 又没了 这一没了又是 又要补选 这一届下一届都没了 你知道吗 那颜家 颜家如果补选 搞不好就推他的妹妹 颜立民出来 有可能 我听说他们地方沙盘推演 其实也曾经沙盘推演过 颜立民的副议长 是直接来选立委 所以也有这个可能啦 不过对颜宽恒来讲 他也是 又来了 颜宽恒今天的声明里面 又一个 又一个政治介入 这个司法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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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来这样子 如果是民进党被判刑 干什么 这个贪污 干什么 司法公正 如果是国民党 政治介入 要不然 司法破坏 司法破坏又来了 我跟你讲 这个案子跟刚刚我们讨论的高航安的案子 都有相同的法官的见解 什么 他都有判刑 但是也有地方没有判刑 像窃战国土 法官就没有把颜宽恒判刑 但是你要知道哦 除了颜宽恒被判七年十个月之外 这个林进福他把自己的身份借人家用 对不对 他也判了七年八个月 也是很重 那所有的证据 其实本来这是杠上开花了 案中案 本来只是要查他 到底有没有假买卖 到底有没有窃占国土嘛 就搞得半天 如果只是单纯这两个案子 我说谈不然 今天颜宽恒根本没事 判个六个月 预科还精就算了嘛 对不对 根本没事吧 连上诉可能都不用上诉嘛 真正让他一枪毙命的地方在哪里 颜宽代收代付总表 是 你领进福的太太记账的嘛 对 颜宽代收代付总表嘛 所以铁证如山 你没有办法嘛 对 对不对 铁证如山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说 这个没有 还有 还有就是大水库理论是不存在的 大水库理论就是 我修理了 对不对 不过我给他够这么多 所以我就没有贪污 这个在我们的法院 其实在马英九事件里面 就已经大水库理论 最后是不受这个马英九判决的 那个特资费 已经到那时候就把它推翻掉了 所以也告诉大家一件事 那么今天对不对 杠上开花 一个小时 两个宣判 各判七年多 所有台湾的政治人物 引以为戒 哀经勿洗 绝对不能贪污 一毛钱不该拿的钱 都不应该贪污 这就是维官最基本的 对的确贪污的标准就一个了 没有那种 好像说他要分情节 情重了 但是在蓝白 似乎标准就是浮动的 加入讨论的有这个 我们前国民党中常委 田芳伦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 这个是严宽文的说法 他说 和遗憾法院没有斟酌对他有利的证据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去思考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包含这个灵性的助理 不管你们要叫他当的 还是什么都可以 他有没有去做服务 在这个案子当中 他们连在他服务过的 马祖的案子的那个曾经人 都请来当证人 有没有 从严宽恒的观点的认为是有 可是那时候 严宽怎么说他不是助理 所以我对那一份 我自己是比较疑惑 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讲 但是起码包含到后面 再去做证明出庭的时候 他也是把这些曾经人都找来 证明他有做过服务 好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财务不清楚 烙人口实 就如同刚刚冠亭音乐讲的 自作自受 这个我们要怎么帮他讲 对很难 你自己的财务有一些输入 然后两个数字又被人家对 那你当然会人家 说老实话 我知道严宽恒委员 他自己家大业大 包含他的服务团队也很多 所以他里面有 有没有很多是义工型的助理 也有嘛 这大家都知道 他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以 可是很抱歉 因为这个东西是牵扯到助理费 我认为助理费这个东西 就是该给这个助理 其实法律规定很严格 法律规定很严格 包含你要怎么支应 包含你要怎么后面的计算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是给 不管是蓝赢 蓝白 绿 大家都一样 都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去审视 可是你们国民党 似乎对于这种 一审都已经判决了 好像还没有党纪处分 还支持他继续上诉 说要等三审才 才算哦 现阶段 国民党的立场 其实跟 这个盐宽恒一样 因为我们去看的是说 盐宽恒讲的东西 法院都没有采计 这一点我们很觉得很奇怪 所以 如果今天法院可以去解释说 那盐宽恒 他所提出来的证据 他怎么样一一的辩驳 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是未来去做讨论 但是我这边还是要希望 国民党你今天站出来 讲出来给大家说 我们要支持他继续上诉 我会认为 永远是让我们这些 想要帮国民党辩护的人 很辛苦 觉得很辛苦 的确 对因为 大家就觉得贪污标准 应该是一致嘛 易胜兄 对不对 这个很明显 那为什么蓝白很明显 只要是立委 或是市长 看起来 那个贪污廉政的标准 是不一样的 颜宽恒跟高王安有相似点 也不同点 相似点就两个都很喜欢名车 一个喜欢保时捷 一个喜欢马萨拉蒂 第二个 两个不同的地方是 一个对助理 要缴多少钱 清清楚楚 还要赖给你说 你去上个月没有缴回来的 记得要缴回来 是助理 他的助理费非常清楚 公安嘛 非常清楚 颜宽恒是做人头太多了 连做你的人头注 你自己都忘了 他是人头注理说 他不是 他不是我的助理 我现在他助理应该很多 后来才发现 真的是人头注理 表示他真的是人头注理 多到 包含他的所谓的财产登记也好 或者是土地买卖也好 都用人头嘛 所以表示说 人头坐到他自己都买回去 搞不清楚 但是重点来的 你搞不清楚 你的证据搞清楚就好了 明明领的助理费 你就不能挪作私用嘛 这一次法院的判决 我觉得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第一个立委跟议员是一样的 国民党也要 你们的党籍不要对议员的助理费案 就开除党籍 动不动就开除党籍 动不动就停权 对于立委 对于严家你都不敢办 对 多少的国民党议员 因为所谓的助理费案 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 有啊一堆啊 他们的标准就是一损判决 有罪就停权 二审就开除啊 多少国民党的议员被你们开除了 为什么面对严家 面对立委你就不敢了 这次法院跟你讲的很清楚 立委议员是一样的 你只要用人头助理 去用来挪作私用 就是有罪的 第二个大水库理论不适用 我也知道啦 严家那白铁一万一 红铁两万二 他的公用很多嘛 所以议员其实很多 议员用大水库理论 其实有逃过 逃过历史说 我的公用就很多 支出就很多嘛 但是这次法院判决说 公款不只要公用 公款不能私用之外 公款还要法用 我给助理的钱 你就要用在助理身上 你不能把助理的钱 挪作其他用途 这个是法律电力的标准 而法律电力的标准 立委跟议员一致 我要跟立法院讲 你们不要图立自己 为什么三审定验 立委才要辞职 为什么公安 一审就要停职 二审就要离职 这个是两个标准不一致的地方 未来立法院还是得修法 让两个的标准要一致 立委二审判决有罪 就应该解职 对的确 来吴震怎么看 这个国民党的标准 看起来我刚才 只是说稍微嘲讽一下 那以后民进党要进民党 那个标准可能 这会被遭受困难 党员会觉得 哇你们标准在太高了 贪污任何一点钱都是多 任何一点都不能贪 因为你看高宏安 其实他最后被查获的 非法所得 十一万多 十一万而已 高宏安是财产申报 现金存款破千万的人 十一万就判七年 值得吗 严宽衡 他的财产申报 千天才出来 上一难破一难 贪一百零八万 那一样重判七年十个月 所以对政治人物来讲 贪污就是说 这个公费 绝对是一条 不能预约的红线 没有什么情节轻重 你越过去一点点 就叫严重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这边我觉得 虽然这跟颜宽衡 比较没有直接关系 但我一定要特别想讲 我觉得这个案子 真的是我自己由衷的 觉得说我们 真的是感谢冠廷 因为等于是今天 颜宽衡 这个整个案情 包含说 他的这一个 不管是助理费 人头助理被破获 或者是伪造文书 其实都是因为冠廷 当初持续 一直追这个案子 这个窃占国有地 案子追到底 后来才能够 让这个事情水落石出 重点是国民党 今天怎么样回应 他们的态度 颜宽衡的态度 我觉得非常好笑 这个国民党的 考纪会主委 黄一腾 他有接受媒体访问 他说因为本来 大家在看嘛 说国民党的党员 维系处分 规程第八条 有说一审有罪停权 二审有罪除名 那考纪会主委 黄一腾就接受 访问就说了 他说颜宽衡 一审判决中 因为没有被裁定积压 然后所设犯的情节 并不重大 并不重大 所以党中央相信 颜确实无罪 而力挺他争取 清白 各位看到了吗 这不是我们自己乱讲的 国民党的态度 没有啦 贪污 一百零八万 诈领助理费 没有很严重啦 标准倒退 还好啦 一审被判决也没关系 对没关系 不严重啦 被判七年没关系 他说虽然我们有这个规定 但是如果党中央 考纪会觉得说 这个可能是司法破坏 可能是冤案 那我们就不要未审先判 先hold住 等到三审定验再说 要等 所以你看这个标准是浮动的嘛 对不对 依审判决诈领助理费 一百零八万的事情 然后国民党考纪会说 这个没有很严重 党纪因人而异啦 党纪要看他的层级啦 这是考纪会主委啦 议员都要开除啦 这个立委的 可能就再等 再看一下 不不不 这个等一下我要讲 再勾吾喔 然后考纪会委员 另外一个姚江玲出来说 党纪也要顾虑到 人情事故 哎呦 人情事故 这讲得多好 人情事故 人情事故 看一看好不好 什么意思 人家 颜宽和是当耶 颜懂好不好 人情事故 怎么算公斤还是算皮箱 哦 这个我也不知道 人情事故是要怎么衡量 看你的财力 可能要看后面 可能要看后面的这个分量啦 总而言之 人情事故 四个字我觉得讲太棒了 道尽一切 今天虽然有党纪规定在那边 有人要适用 有人不适用 但是考虑到人情事故 颜宽恒 我们挺他 就这样嘛 这都国民党自己考纪委员讲的 看你的咖数够不够 不是我们扣帽子 这是国民党的考纪会的 考纪会主委跟委员讲的 那我也不要拿其他政党来比 我不要说什么民进党 我们如何 国民党如何 我拿国民党自己来讲 国民党之前立法委员 一样是立委 收购案的时候是怎么样 廖国栋跟陈超明 积押就停权嘛 哦 对不对 积押就停权 到现在还停权嘛 所以陈超明在立法院 你上官网去看 他是无党籍立委 因为他选的时候 不能挂国民党籍嘛 那请问 为什么收购案 并不是立委 陈超明跟廖国栋 积押就停权 现在颜宽恒一审有罪 然后党中央说挺他 争取清白 你挺到底 这就是什么 刚刚讲的 他们两个可能会觉得 我小孩是不是 这就人情事故嘛 颜宽恒比大 你看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了 你陈超明就是在国民党的背景 不够硬 远远不够深嘛 所以颜宽恒有的待遇 你没有嘛 就这样嘛 那你看 这个考机会主委说什么 因为情节不严重 请问 陈超明一审判决出来 被判多久 我跟大家讲 七年八个月 颜宽恒现在是判什么 七年十个月 对 差不多一样 陈超明被判得比颜宽恒还轻 但是就被停权了 颜宽恒被判更重 但是现在还没事 党中要力挺 所以再次证明 国民党有关系就没关系 坎比台风 这次造成南部大烟水 累积雨量非常的惊人 等于是两个台风 雨量的总和 高达了2200毫米 但是我们看到 蓝营似乎不断地在冷嘲热讽 甚至是伤口上撒盐 瑞德怎么看 包括王洪威有说 你这个钱瞻预算 高雄拿最多 结果钱花到哪里去 再来郑立文还说 你们台南高雄 来蹭台风架的 多放一天 真是不甘心 怎么看 他们这样对蓝营 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事实上 那么我个人觉得 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呢 过去每逢天灾 那么包括 不管是蓝的 白的 绿的这些政治人物 至少表面上会说好听话 什么好听话 不什么不分绑派 不分地域 不分东西南北 不分谁执政 我们大家赶快救灾 都讲这种话 这次不是 这次竟然幸灾乐祸 就算了 还落井下石 甚至于还讲出一些 没有人性的话 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 人家说人力几宁 人机几机 今天这个台风 这个凯米台风 它如果按照本来的预计 如果是西北台 它的台风也是从 基隆到彭家宇之间 过去的话 今天倒霉的 就是双北了 北部 马上双北 它的狂风暴雨 整个星期 那时候 它没有进来 双北还这个 等于说没有很大的风雨 路数已经倒了几百颗了 不是这样吗 对 那它现在所引进的西南气流 在南部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 那么 尤其是高雄淹水淹那么多 淹那么严重 对不对 大家照理来讲是 应该有那种同胞爱 就是哎呀不知道 不知道那个 可以帮到什么忙 还是怎么样 那么第一时间 其他的现实 我就不懂了 第一时间 照理来讲 没有那么严重影响罪的 这个台北市 这个新北市 应该就把相关的救灾器材 包括抽水 抽水设备 不是应该是支援去了吗 今天才支援 今天有支援 我肯定了 今天包括新北 18部抽水机 那么台中五部 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 这个拜托之下 有去 我很肯定 可问题是 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呢 对不对 就像 就像 还不记不记得 7.2规模的 这个花莲的地震 7.2规模 花莲地震的时候 不是那么多县市都去了吗 结果感谢谁 感谢 国民党 感谢国民党的县市 甚至感谢了 根本就还没有 从头到尾都没有到 花莲去救灾的 相关的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对 我们在救灾的时候 没有那个什么蓝绿之分 能够救 赶快去救 能够这个等于说 赶快协助 赶快去协助嘛 怎么会 你们会做政治操作 还这样冷嘲乐风 还有人在那边蹭说 高雄不应该放台风架 莫名其妙啊 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 那请问一下 台中市跟彰化线 尤其彰化线 今天那么严重 那为什么不放假 你如果昨天不放假 你今天早上 看到那么严重的时候 彰化淹大水 你也应该说 紧急停止上班上课 为什么 因为如果 你撩水过来 也会危险嘛 对 对不对 虽然市场 我们不是在讲 放假不放假 但问题是 老百姓 还有人上节目讲说 还有一天 放一天台风架 一天撩两把银 两个细把银 人命无限 人命不是钱财 所以能够这个 等于说 估计的嘛 还有人在讲说 那你的前瞻预算 发到哪里 治水放到哪里去 我跟你讲 高雄今天 一整天24小时 下了1340毫米 比莫纳克风 再还多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一天之内下了 整个高雄 1.4公尺的雨水 对 我跟你说 下在台北市 下在你新北市 对 一样惨 我的故乡在嘉义 对 嘉义 水上最多淹了5公尺 然后彰化今天 也到处都淹水 所以水下在哪里 对 极端气候 下在哪里 哪里倒霉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能说什么前瞻预算 什么打水票 我最没有资格讲 就是台北市嘛 王宏我也是台北市立委 不是吗 对 台北市花了上千亿以上的预算 全台湾只有台北市 是百年王宏 其他各县市你去问一下 跟你不要忘了 台北市新一居 火候雷震雨 就是淹水了 火住新北市 以前叫台北县 你知道那个堤防 以前堤防 这一半 台北市的一半而已 台北市如果没淹水的话 水全部淹到新北市 变成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台北市民是享受 享尽一切最好的待遇 那个大学也好 医院也好 包括黄水也好 什么东西都最好 都在这个地方 所有资源 拿走所有的资源 然后现在 你们南部干嘛 我告诉你 那个前瞻基础建设 潜伐在哪里 要不是那25座的制洪池 总共吸收了490万顿 我问你 民进党没有盖 这25座制洪池 490万公斤的水 全部都出去 今天高雄会变得更严重 高雄会变怎么样 水会退得那么快吗 所以告诉大家 现在极端气候了 所以我们不能用过去的思想 思考去 这个一天灌饱了 整个珍文水库 走死人啊 几亿 几亿公尺 全部都灌进去 那水有多大 土水又 南投没有灾情吗 南投没有灾情吗 台中没有灾情吗 然后包括 这没有灾情吗 我们会这样去说 南投有灾情是该死 然后台湾这个彰化油 酒店水会怎么样 我们不会 因为我们有人性 我们有名称 我们有名称